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,29日,于议会接受总质询,市议员以台湾根部及纳法所断交,询问柯P的两岸论述及中心思想。 柯文哲忍不住说,有些话不想在这边讲,但认为其实自己才是青年勤政爱乡土,很多人嘴巴讲一套,但都去中国做生意。 柯文哲曾说要给总统蔡英文支持,当被问道如何知,他分析对手的打击会继续,所以不应该被牵住走,而要冷静对待,至少我们要表态,我们不是支持小英,我们是支持台湾的总统。 被问道是否觉得在野党攻击中央政府。 柯文哲则说,拜托,你不要这样,他说,在野党要表达反对的态度,并说这是市场导向,本来就不要期待在野党支持执政党。 当被问道他备受质疑的两岸论述跟中心思想,柯文哲说,他不喜欢讨论这个,认为真正好夫妻不会天天说我爱你,讲起不觉得很肉麻吗?不喜欢被人家解释。 最后他说,很多市政问题,如大举弹,大湾北段都无关蓝绿,统独,但都应该是马上要解决的问题。